用登录凭证从微信的复段里面得到了用户的OpenID 还有SessionK 用户的微信账号和网站的账号绑定在一起以后 用这个OpenID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到对应的用户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给用户签发一个Token 让他登录 签发JWT需要用一个外部的库 我们先回到命令行的工具 然后进入到后段项目所在的这个目录 找到自己应义的插件 在我们的自己应义的插件的目录的下面 去创建一个composer.json这个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执行一下composer.init 然后一路回车 Would you like to define your dependencies? Yes 搜索一下peerp.jwt 这里我们要用的就是Firebase的这个peerp.jwt这个包 输入对应的序号 指定一下要使用的版本 不输入特定的版本会使用最新的版本的这个包 再按一下回车 要定义开发依赖嘛 输入no 确定生成 输入yes 再确定生成 这样的话会在项目的下面创建一个composer.json这个文件 我们再去执行一下composer.update 去安装一下项目需要的那个依赖 在生成composer.json的时候 我们添加了一个firebase的peerp.jwt 执行composer.update 会去安装这个包 回到项目 在这个微信rest的接口里面我们用一下刚才安装的jwt提供的功能 现在文件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去use一个firebase jwt下面的jwt 设置一下这个命名空间 生成token的功能可以去复制一下 我们之前在项目里面安装了一个叫jwtauthenticationforwprest这个插件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插件 在它的public目录下面打开这个classjwtauthpublic.prp 打开以后我们去搜索一下generate token 找到这个方法以后我们可以去复制一下这个方法的代码 然后把这个方法的代码呢粘贴在我们的自己定义的微信rest的这个接口的类里面 这个方法呢需要再去修改一下 先让这个方法去接收一个user参数 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去要把签发token的用户呢交给这个方法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掉这个username还有password 因为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不需要验证用户的用户名还有密码 可以直接让它为指定的用户去签发一个token 下面验证用户身份的代码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 在login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token 用一下到了this的generate token 把上面的user再交给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判断 如果token是wordpress的一个错误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iswp arrow这个函数来判断指定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wordpress的错误 如果是我们就return这个token 下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response 用一下rest ensure response 把token交给这个方法 再用一下response里面的这个set status 去设置一下响应的状态码 这里我们生成了一个token 所以这个状态码可以让它变成201 表示created 最后我们再return这个response 也设置一下 我们再进入了一段时间时间 我们再次重新领团口 是可以和我们再次赞进一段时间 也可以估计